麥當勞食材五大解密 漢堡油翅 雞塊芬形狀 力敢哉 麥當勞不只原料食品廠吃 麥當勞食品成超低調神秘 關於原料的製作也是眾說紛紜 什麼可怕留言傳說都有 蘋果這就帶大家五大解密 看看平常愛吃到咬鼠熟 卻又心嘎嘎的素食原料 到底從何而來又有什麼小秘心呢 麥當勞肉品產線 幾乎都是自動化機械 搭配上人力檢視 像大麥克牛肉餅製成很簡單 選用紐西蘭和澳洲牛肉 冷凍方形大肉塊 製作前微波微解凍 再交給機器攪碎混合 壓出固定大小 接著零調味之間用-18度C低溫 運送到麥當勞門市 門市店員監製時 再加上鹽和胡椒 網路傳言麥克雞塊 是使用噁心的肥氣碎肉製成 但事實上是由肉商提供 去骨雞箱 去骨雞腿肉 雞皮 經過攪碎調味融合 原料成品就像是粉紅色霜淇淋喔 設定為了讓顧客有多樣的感受 麥克雞塊經美國麥當勞規定 由模組製造成四種造型 分別是球形 鈴鐺形 骨頭形 和靴形 嗯 小記者完全沒發現啊 呵呵 外界質疑麥當勞是否對雞打針 咦 倒還真的有打咧 但打的是讓雞肉入味的滷汁 而非生長激素 負責台灣麥當勞九成肉品供應的 雞腹食品拍胸保證 是通過選種飼料管理 選用飼養35天的白肉雞 來控制麥脆雞部位 保持同樣大小 加生長激素反而會長得過大 不符標準 而且為了降低炸雞油脂含量 僅先預炸80秒 就送到蒸爐蒸熟 而非炸熟 送到門室後略為回炸加熱 大家平常吃的多隻麥脆雞就出爐啦 另外為了食材安全 不管是漢堡肉或是麥脆雞 都要經過X光機 金屬探測 以防義務混入 麥當勞對於旗下產品 一致化相當嚴苛 連漢堡麵包大小 烘烤顏色和口味都無要標準化 甚至還有專用的麵包池 例如大麥克中層麵包和底層 厚度都要是16mm才行喔 麵包上的芝麻分布也要均勻 保持最完美比例約330粒左右 雖然就如前面看到 麥當勞標準化超嚴謹 但為了International 也是會推出在地商品的 像大家習以為常的代國麥脆雞 其實只有亞洲才有喔 呵呵呵 大家看完五大解密後 有沒有長知識的感覺呀 下次吃麥當勞可以跟朋友炫一下 搞不好會得到崇拜的閃亮亮眼神喔 懷炎也是有可能啦 可可 鮮湖中心台北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